咱们今天要给大家主要讲解的支点 其实说了直白一点 基本上就讲解完了 那么接下来咱就做一个案例 叫多任务版的UDP的聊天器 咱们在讲UDP的时候 是不是咱们做过一个聊天器了吧 这个聊天器大家应该还有概念 我先发给你 你再发给我 我再发给你 你再发给我 是不是这么一个流程了吧 那么我能不能收发一起进行 这就是我所说的这个案例的目的 能不能呢 可以 那同样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想要完成收发一起进行 说的更直白的讲 也就是说我把原来UDP聊天 那个程序里边的那个receive from 放到一个县城里边 我把原来的send2的那个 放到一个县城里边去 这个没问题吧 我从键盘里边检测到 我就发 我要是收到我就显示 请问这两个县城一起跑 是不是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那么我想要做的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需要两个套截字 还是需要一个 嗯需要几个 这就要看你这个套截字 是否可以支持同时收发了 没错吧 原来我说过单工全双工半双工 对不对 所谓的套截字是什么工 全双工是否意味着 我只要有一个套截字 我只要有两部分代码 可以一起执行 一个收一个发 请问这个事是不是就解了吧 你把套截字就想象成一个通道 就是一个电线 电线里边至少有零线 有火线吧 那不就是一个红的 一个那个什么 一个红颜色的 还有一个什么颜色 一个绿颜色的 那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一个零线一个火线 好了 Socket本来就是全双工 那么我只要想方式 把这个县城拿着这个套截字 这个县城也拿着套截字 请问两个县城都用同一个套截字 我是不是可以放到全变量吧 没问题吧 我也可以创建完出来之后 我给他传参数 给他传参数 是不是他们俩都可以得到了吧 最终就可以实现 同时收发数据记多任务聊天了 好了 那么接下来 咱们就回到Ubuntu 接下来咱们做一下这个案例 VM12 多 就是案例 多任务 UDP 聊天 多任务 我现在写了这样了 我刚刚稍写了个.py MV12 叫12.py 稍写了个.py VM12 打开 单出 开着写了 if下方线下方线内幕下方线下方线 等于你一定要模仿 你一定要模仿 好了 先调卖函数 那调卖函数的时候 你得定义 好来来 if卖函数 那么接下来 123123 英文123123123 6个 那么在这个地方说明 比方说 完成整 完成UDP 聊 聊天器的整体控制 好了 那整体控制 我接下来 我先理一理 我大体能干什么 对吧 想要聊天的话 大体的流程是 创建套街子 如果你想接下来聊天 而且你们俩能直接聊天的话 你至少就有个固定端口吧 创建套街子 绑定端口 我接下来一个收一个发 是不是这么个流程 好了 来 创建套街子 socket 点socket 接下来是不是写东西了吧 那用到了socket 同样咱们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导入socket 来 接下来这个地方怎么办 socket 点 af下回线 Inet 像这个东西 因为我写了不知多少遍 我能记住了 你不要背 听到什么 不要背 到时候一查就行 查资料 socket 咱们聊天 咱们聊天其实用了tcp还是udpr dj ram 是不是udpr 好了 再对前面 再对前面 两个东西 比方说udp 下回线 socket 等于它 好了 第一步 我想做事 一 创建 创建套街子 那么创建完了之后 我 是不是接下来要绑定 不绑定的话 你怎么给我发东西 你不知道我带口 绑定 绑定 本地信息 好了udp socket dmine的绑定 它是个原主 本地的ip 端口 比方说7890 这可以吧 好了 那绑定完了之后 咱们接下来 是不是收和发 一起进行 那么言外之意 就是比方说 接收数据 接收数据 大体上 用udp 你先看着 你要给你 我给你小点吗 懂 udp socket receive from 1024 是不是接下来 收数据 收到数据之后 比方说 receive data 再带 然后接下来 咱们直接 如果强制一点的话 就是如果你不想 打印的特别漂亮的话 只是打印一个 简单的东西 说不管收什么 直接打呀 数据 以及发动 发动的信息 是不是在这里 请问收多次 不确定吗 不确定 是不是外出 好了 这是一个外出 那么我发动数据 发动数据 大体的方向 是干什么 input 获取 输入 要发送的数据 然后接下来 比方说send date 在这里放了 接下来 怎么办 udp socket data 点 send to 这里边哪个 探数呢 第一个写什么 第一个是 send data 点 incode 接下来 utf 2-8 那第二个 参数是什么 对方是谁 是不是一个援助 对方是谁 对吗 咱们可以 就是随你了 你如果不想 每一次的时候 都输一个 你刚开始的时候 就可以做一件事情 你刚开始 做一件事情 比方说 3 比方说3 这个获取 对方的 ip input 请输入 对方的 ip 然后 dest 下滑线 ip 是不是在这里放着 然后 yip 请输入 对方的 端口 pot 然后在这个地方 pot 我放在这 但是切记 哈利在这个地方 哈利怎么的 是不是 in他了吧 好了 接下来 这个地方 是不是咱们就不用 每次都的那个样子了吧 是不是直接就是 dest ip 豆号 dest pot 这个事是不是 解了吧 解 我 输入一次 我接下来 让这个virtual 执行 请问他去搜 数据显示 请问 那么我发 我是发一次 发两次 发三次 爱循环发 你爱发几次 发几次 请问 大体上 是不是这个地方 是不是又有virtual 我这个virtual 在执行 那这个百分之百 不能执行 按照原来的方式 如果我这个在执行 这个是不是百分之百 不能执行了吧 我现在想让这两个virtual 一起执行 怎么做 按照咱们刚刚 所给大家说的流程 我地府 比方说 receive date receive data 可以吧 我想一下 不能和 不能和里边的变量 您的相同 比方说 就叫receive 就叫receive 就这样 receive message 那么这个地方 123 接收数据 并显示 那么你这个地方 把哪些电脑拿过来 这坨选中 不是大的 就是小写的地 小写的地就可以了 直接 直接 屁粘贴 过去了吧 同理 我接下来 defe 然后比方说 send message 那么接下来 123 123 你加上一个函数 一个说明 发送 发送数据 核心点是怎么了 把什么 说把这坨代码 然后拿过来 是不是放到这去了吧 来 咱们这个说 我把字体稍微放小点 能看得见不 这个字体 好了 我们来看这 创建套接字的时候 确确实实还是在我的这个主线程里面创的 但是我接下来 如果我是掉这个函数 或者是掉这个函数 我依然用一个线程调的话 我如果掉receive message 那么这个 死讯环出不来 我如果先掉send message 什么死讯环也不出来 出不来 所以说怎么办呢 我管你的呢 创一个字线程 干这个 创一个字线程 干一个 我再创一 主线程 我让这个等着 请问可以吧 这是不是就结束了吗 也就是说 接下来 我创建两个线程 让它分别去某个地方去执行 好的 那么接下来 把这个地方就换成了什么了 创建线程 创建两个线程 这个去执行相应的功能 好了 怎么做 创建线程 有什么了 threading.thread 然后target等于谁 比方说receive message 需不需要传摊呢 额会考虑 需不需要传摊 想想 需不需要传摊 我先省了 我先省在这 难怪我再去掉 T1 比方说T 下回现在receive receive等于它 然后 YYP 然后t 为什么叫t呢 t以thread 不是现成 以t开图 咱们往往写t send 那么接下来 WWW往后走 DW 这个单车上了 那么加了这个位置 是不是就send message吧 需不需要传参数 我还有个问题 它上面需要什么 那么加了 我是不是就给它传什么 它上面需要什么 sorkit 什么什么 udp sorkit 什么东西 请问这个函数 是不是需要这个参数 需要这个 是不是也需要这个了 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都整成全局变量的话 请问我还需要传吗 不需要传了 对吧 同学 那假如说我只能给大家说这种方式 假如说我没有整周全局变量 我给它传 我怎么传 args等于四个元族 咱们来大体的样子 空格 args 同学们说到这了 要注意 当我调用一个函数的时候 或者是调用一个类的时候 它里边需要多个参数 那么写完对话之后 要控上一个空格 接下来再写参数 听懂我意思吗 在对话的后面写一个空格 来args这里边写什么 注意了 这个是receive receive需要什么 receive需要什么 receive socket udp receive 是不是只需要一个套件子了吧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就写上udp socket 可以吧 局部变量 没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在这写什么 udp socket 对话 为什么写对话了 还记得啊 圆主 那么这个是不是百分之百 是不是也得需要这个 他除了套件子需要之外 还需要什么 i7是不是这个port 是不是都需要吧 13大G 跳到这行 大A 跳到行文 跳到行文 好了 在这个地方写上udp socket 的形态 对吧 然后写上test ip 形态 test pot 是不是都是形态了吧 好了 接下来 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紧接地写 写什么呢 test ip 空格 空格 test port 这个线程和这个线程都创建了 其实这个时候并没有创建 咱们说了是不是只创了一个对象吧 t下发现 receive r receive control n receive control n control n 他们俩说的配合了是不是做这个事情了 好 那么 试一下 导入什么东西 两个G 两个G 快速回到整个文件的第一行 一个大G 那个G是哪个G呢 是H左边那个 不是勾 是H左边那个G 三G 四G的G 两个小写的G 快速回到第一行 一个大写的G 快速回到最后一行 如果我写上了一个数字 一个大G 回到指定的话 听懂吗 来两个小写的G 回到 开头 按下O 按下O 小O在下面插一行信的 那大O在哪插呢 上面插一行信的 没错吧 来按下O import import什么呢 叫做 threaded 是不是咱们今天 学的这个现场了吗 好了 python3 12 都请 输入对方的IP 我就先把这哥们运起来 把它抛起来 但至少咱们有了一个 可以测试的东西 对吧 把它先抛起来 它IP是这个吗 121 OK 8080 好了 开启UDP 然后输上对方的IP 然后输上对方的IP 192.168.33.121 对方的端口是8080 好了 发动的数据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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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个地方回个数据 回个数据呢 真的吗 这个地方给端口写透了 端口是多少咱们呢 7890 来 走 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我这个地方 发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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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 如果你执行得快点的话 收和发收和发是一起可以执行了吧 你没发现这是不是就是多任务了吧 如果要是没有多任务 我告诉你根本做不到 比较尴尬一点 情况同学们是什么呢 我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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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下来是不是还没写东西了吧 我再写个123 这个123不就发过去了吗 123不就发过去了 大家看啊 我接下来还没写东西呢 这个时候他给我发了个 比方说发了个0000001 等 你没发现我接下来是不是就没有提醒了吧 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 你刚刚已经把那句话显示了 然后接下来你收到数据之后 你又直接立马打印了这句话 是不是接下来你个光标就回到下一行去了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没有了你杠格的提醒 听清楚我的意思吧 不要在这个地方花大量的时间 你只要把这个聊天的这个过程里通了 就可以了 能做出来行的 做出效果来就可以了 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聊天窗口 都有两部分 这个专门用来显示收到了数据 而这个是不是专门用来输入发的东西了吧 你的QQ你的微信都是这个道理 但是咱们接下来这个窗口 这个黑框是不是只有一个呀 所以说收和发只能在这里边挤着来 比较比较紧透在这里边来 但是呢如果又是有图形界面的话 是不是这个数据减了吧 把流程里通就可以了 至于这个地方显不显示这个提示 都行 这都可以了 好的吗 那这个Ctrl C 等级结束了 结束了